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10月29号进行的一场往棋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朴剑号,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是二连心,然后黑棋小飞挂,白棋拖先点33,走了一个定势 黑棋双飞燕,接下来也是正常的定势走法 黑棋点脚,白棋在上方选择搬完之后再连搬 这样的话先拿住脚空,而且白棋上下两块都比较厚,可以发展左边的潜力 黑棋手脚,然后白棋往前一飞,这手棋是扩张模样的要点 同时瞄着上方这手飞压,威胁黑棋这朵花 实战黑棋打入,这个时候肯定要打入,不然的话让白棋左边成空,不能接受 这边是白棋防守最为薄弱的地方,瞄着二路搬过,白棋阻度,然后黑棋再往上一飞 那黑棋这个棋形,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 比方说白棋阵头,黑棋如果说想原地做活,可以选择三路跳 因为以后二路点一个也是先手,白棋还需要补棋 黑棋这个棋形,眼形还是非常丰富 如果说黑棋选择把这一带看清,也可以往外一飞 白棋要是搜根,那黑棋就往外跳出 白棋要是转而进攻上方这一块,那黑棋就在左边 打出一个小堡垒,这样的话黑棋也非常不错 实战白棋点刺,不让黑棋做根据地,同时威胁左边的冲断 那黑棋这颗子,可以选择跑出,也可以看清 但是跑出的话,感觉有些重 首先白棋在下方定型,黑棋还要继续跳出 白棋先手一顶,然后再往脚上一段 黑棋还是有些头疼 这个地方不管怎么补棋,白棋后续都会有一些搜刮手段 比方说黑棋从左边打持贴住,白棋挡下来,黑棋还需要补棋 黑棋要是从下方打持,白棋一尝,然后二路一虎 黑棋不走的话,白棋往二路一拐,这三颗子就会被吃掉 所以说,现在跑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黑棋可以选择弃子,比方说肩顶 弃掉这颗子之后,黑棋外侧还是会有些后卫 而且白棋只是在四路围空的话,这个空已经被压缩了 黑棋可以满意 实战黑棋大跳,步调非常快,但是这个棋形还有一些缺陷 以后白棋靠断,黑棋有些麻烦 当然这个是在白棋周围比较厚的情况下,这个手段就非常严厉 现在可能时机并不是非常好 实战白棋选择在上方飞压 那黑棋这朵花虽然说价值也很大 但是右边扩张模样,现在更为着急 所以说黑棋选择拆边 白棋在右上角断打完之后,在一场定型,黑棋往外跳 白棋点刺,黑棋双,白棋凑一个步调,选择长出 那黑棋右边需要补齐了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想让白棋的借用少一些 可以选择三路飞 但是对于白棋左边这三颗子的压制力就不够强 白棋可以飞出 如果说像实战一样,黑棋跳出的话 那白棋如果说现在往旁边一飞 那很明显这儿还有断点 我们来看实战,实战白棋小尖 有了Z手棋之后,以后再往左边一飞 联络上就没有问题了 同时要求黑棋补齐 但是黑棋简单连回的话也不太肯 这个感觉被白棋便宜了 那实战 黑棋还是选择在脚上扳断,定型 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吃住上方两颗子 基本上已经安定 然后白棋往右边一飞 形成一个对杀 黑棋往二路跳 那这个地方的对杀也非常有意思 AI认为白棋应该把棋走在外侧 比方说尖顶 黑棋一粘,然后白棋跳出 这样的话,首先白棋这个目鼠上也有一些收获 而且已经把黑棋右边的空打散了 黑棋就算在上方一路搬收气 这个脚上这块棋 黑棋还是吃不干净 白棋甚至于可以选择脱肩 走其他立方 黑棋要是继续顶住收气的话 白棋铺完之后很明显还是有一个铺结 以后黑棋还要再画一首棋 所以说这两下白棋就非常主动 实战白棋选择往前一顶 黑棋沾上,然后白棋再收气 这样的话黑棋就可以选择气子了 这个立方 白棋就算吃掉黑棋这一块 也只是一些干子 而且以后黑棋在脚上 比方说一路搬 这个棺子上也非常便宜 所以说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白棋反而不好 黑棋把右边的空也全部围住了 实战黑棋往上夸端 当然这个时候黑棋选择跑出左边这颗子 也可以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大跳出头的子 这样的话黑棋的处境会更加安全一些 实战黑棋夸端 然后白棋因为真子不利 所以说选择从上方拐打 黑棋长白棋再压住 黑棋拐一个补棋 因为白棋上方已经走得比较厚了 所以说现在选择靠段的话就会比较严厉 黑棋想在左边坐眼还是有一些困难 因为白棋周围都很厚 实战白棋的方向出现了一些问题 感觉有点脱离战场的感觉 选择在下方挂脚 还落了一个后手 被黑棋先往上动手 那这个后保可能就发生一些变化 黑棋往这点刺 瞄着上方冲断 然后白棋反刺一手 也准备冲击黑棋的棋型 那这个时候黑棋其实不难处理 比方说选择肩顶 然后再压住 这样的话白棋还要花一手棋冲断 黑棋直接在上方冲完之后 左边半头再一长 白棋连回 以后黑棋在上方切断还是先手 然后白棋脚上还需要补棋 黑棋再往外飞出 这个眼型首先比较丰富 而且白棋自身也有些薄 实战黑棋往左边一飞 白棋冲断 黑棋冲完之后再一断 白棋往三路一跳 黑棋右边一飞 冲击白棋的保卫 白棋靠住 黑棋直接顶断 在这儿就形成一个战斗 白棋要先跑出这两颗棋筋 那这个时候 AI还是劝黑棋可以收手了 这个地方黑棋简单做活 其实已经可以满意 因为破坏了白棋左边的大空 而且中间这两颗棋筋 就算白棋再花一手 还是不能完全吃得住 所以说黑棋已经非常不错 实战黑棋还是非常强势 选择对杀 把白棋封进去 白棋站上 然后黑棋再往前一顶 白棋右边冲断 黑棋打吃先手 再补断 好 那这个时候就要在这一块分出胜负了 这个时候AI的建议是白棋往二路靠一个 因为这手棋可以长气 首先黑棋不能冲断 冲断的话白棋反冲一手 然后再打持 直接一棋闷 黑棋不行 黑棋只能沾上 然后白棋二路扳先手 再沾上 这样的话 白棋的气就非常多 再沾上 对杀 白棋也稍微有利一些 实战白棋直接二路扳 然后长出 黑棋直接打吃做活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顶住的话 看上去好像可以紧住白棋的气 但是自身的死活也出现了问题 首先白棋拐回 黑棋上方这一块还要两眼做活 白棋打吃先手 再往脚上一扳 黑棋提掉 白棋再一扑 这个地方最终会走成一个双活 那这样的话白棋已经活了 关键还是要看黑棋左边这一块的死活问题 黑棋非常有风险 所以说黑棋不太肯 实战直接选择一路打吃 白棋一顶 然后黑棋在右边一路扑先手 再一路扳 那这个时候其实白棋就面临选择吧 AI的建议是白棋直接往一路扳 那这样的话黑棋上方这一块棋就不活了 虽然说右边会形成一个结针 但是这个结针黑棋的负担还是非常重 首先白棋在外侧还有结财 就算这个结打不过的话 白棋在左边花一手棋 这样的话黑棋左上方这两块棋全部会被吃掉 然后黑棋在右边还要再提结 白棋抢到一个先手继续在下方破空 或者说拆边 这样的话还是白棋优势的局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完全可以选择一路扳 实战白棋还是跟着硬 冲了一个 黑棋一路立做活 下一手棋白棋又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打持然后沾上 这样的话白棋的气会比较多 而且可以抢到先手往左边靠住 黑棋这个棋型非常局促 气也比较紧 这样对杀很可能黑棋对杀不力 实战白棋冲完之后拐住 被黑棋直接连回 白棋在上方打持黑棋站上 白棋再收气 那白棋的气就不够了 所以说走到黑棋站上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继续收气的话白棋也不行 然后如果说白棋在外侧切断 这个地方黑棋也都能防得住 黑棋的包围圈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这盘棋 主要就是最后白棋的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右上角黑棋一路扳的时候 白棋可以选择开截 然后在上方一路扳破眼 还有就是最后收气的时候 白棋应该先在上方打持 然后沾上让黑棋点进去破眼 白棋再往左边靠住 这样的话黑棋的气就非常紧 实战白棋选择在左边 顶完之后再扳住 这样的话白棋的气就不够了 好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企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企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